再來看我們APEC的領袖代表林信儀跟他的女子林文選 今天已經到閉路有三十的交報在飯店歡迎 在歡迎的晚上 林信儀代表率前的總統表示說 我們臺灣會利用半導體和AI的優勢 來爭取更多的支持 讓世界如臨漫臺灣 走出傳奇策略的手 我們跟APEC領袖代表林信儀跟他的女子林文選到閉路 禮罵 由閉路廣告報 經濟推廣中訴訟有一次 跟其他經濟體一樣 有前度車隊開到位 還有提升旗 以代表團隊的奔調四戶威勢能力歡迎 照顧狗毛小孩的獻匯 林信儀也意向我三十歲的財政 來狗地 也不過有在地的台上標示 反而在中國因素之下 臺灣會有不公平的臺灣 在臺灣驚喪後 允鐵的採訪回中 是將我們國下作社會的剩下台北 就怕有不清楚的技能 閉路主廚 表達貫責料後 回風表時時下不對 已經驚訝 藉此代表 代總統向各位報告 面臨變化快速的國際局勢 臺灣積極善用經濟的優勢 以及價值外交 成功地爭取國際的支持 讓世界更認識臺灣 更成為驅動全球科技產業發展 以及創新的關鍵力量 歡迎光臨 林姓宜代表 落成績總統 團達 臺灣 専用半導體和AI優勢 共化 在全球共鳴連是不可以 沒有的地區 也繼續打開國際舞台 林姓宜 李拉密魯 代表APAN年會重頭戲 即將展開 要把握機會 跟各國領袖代表互動 進行雙邊會談 展現臺灣在國際社會的重要性 以上是公視界葉佩軒 張敏如在秘魯立馬的採訪報導